Hello,大家好,我是Som好 今天跟大家講講第二次 就是關於願榮光歸香港全球被下架的事件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大家知道這件事很令人震驚 香港高等法院在五月初下令禁制反送中運動的代表歌曲 俗稱香港國歌的願榮光歸香港 創作歌曲的DGX Music團隊 香港時間星期五、二十四日晚上 在社交媒體發文說 接獲了蘇格蘭音樂法行商 EMUBANS的通知 由於收到香港法院臨時禁制令的通知 將會在各大平台下架願榮光一曲 這件事是事可忍屬不可忍 絕對無法接受的一件事 自由亞洲電台上市幾個比較受歡迎的串流平台搜索 願榮光歸香港 確認在英國區和美國區的Spotify 以及蘋果公司旗下的平台iTunes和iApple Music 已經找不到這個禁播歌曲 但這首歌依然可以在YouTube Music找到 YouTube是Google Google就沒有受到這個EMUBANS的影響 但所有在YouTube外面的一些 Spotify、iTunes、Apple Music 都會將這首歌下架 不過身處香港 仍然可以在Spotify找到 願榮光歸香港一曲 下架了英國和美國區的Spotify 但香港依然找到這首歌 但試聽的時候 就說歌曲想找到 但他想試聽 按進去 播放不到這首歌 至於KKBOX 亦都仍然可以播放這首歌 所以只是關於這個蘇格蘭音樂發行商 他受到很大的壓力 顯然中國共產黨用很多經濟的利益 甚至要脅你中斷的生意 要脅利益 即是叫做威逼 你有都會有 對付這間蘇格蘭音樂的發行商 Amy Benz在全球有超過50個網上音樂串流平台 有合作協議 給創作者在這些平台上發布歌曲 江曲的創作團隊表示 將會向Amy Benz表達反對 並指出這個臨時禁制令 在香港之外並無效力 而且江曲本身沒有違反禁制令 因此希望 可以儘快將歌曲重新上架 OK 再講一次了 香港的法庭的所有的禁制令 這些這樣的injunction 沒有域外效力的 沒有域外效力 即是說他這些injunction 並不能在其他國家做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沒有extraterritorial effect 沒有域外效力 他在外面可不可以說 喂 我看到這隻歌是在加拿大上的 我於是香港禁制令你要搜 沒有 是不是 否則的話 你中國香港政府應該搜美國的法律 對不對 美國所有法律都要搜 美國所有禁制令都要搜 是不是 簡單來說 你在香港那裡 在自己的住宅裏面 剝褲打飛機 其他人不會因為這樣而受精 是不是 你在這個地方發覺禁制令 在外國的地方不會因為這樣受禁制 除非 那個肯主動投降 或者他本身受中資控制 有中國的一些間諜在裡面要做這件事 或者 他是受中國的威逼或利誘 否則不會這樣做 他沒有顯然 這些這樣的一些 為賺錢的人 藍金黃調料 因為共產黨就用這個方式 對付這些這樣的集團 那怎麼應付呢 那我等一下告訴大家 怎麼應付這件事 港府去年六月 就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要求禁止四項 和苑榮光相關的違法行為 港府的申請 一度被高等法院的原眾法庭駁回 最終高等法院上訴庭 在五月八日裁定港府勝訴 並發出禁制令 在香港高等法院禁制令發佈之後 我記得是潘兆初 高等法院的No.1 他就參與這三個法官 組成合議庭去做這件事 這些名字 記住他們的名字 他們一定受到 香港恥辱國民館的上名 在禁制令頒布之後 香港區的Spotify和KKBOX 曾經未能搜尋月明光一曲 但記者早前發現 四天之後 部分平台已經將相關歌曲 重新上架了 所以我觀察焦點 是未來 剛剛說的Emmel Banks這個禁令 會不會是一刻 才會重新來 但我們不會寄希望於 一些賺錢怪獸的 這些財團 我們更重要的地方 是採取行動 我先講到這裡 Alphabet旗下的YouTube 在上星期二 5月14日 遵從香港法院的裁定 將香港平台的用戶 做地緣左夾 GEO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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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相關音樂影片 視為為為今出版品 記者正嘗試 聯絡歌曲創作團隊 和Emmel Banks 了解更多詳情 希望這件事更快 能夠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現在最重要的是 解鎖 對於這個蘇格蘭 這個什麼 這個音樂的發行商 Emmel Banks 的這個做法 尤其蘇格蘭的地方 被中共滲透嚴重 整個英國 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 相當大 四個區域 英格蘭 威爾斯 蘇格蘭 和北愛 蘇格蘭 基本上 他們講得白一點 比較左膠 再講得入一點 中國共產黨滲透 是相當嚴重 我知道有部分香港人 我認識的很多老師朋友 都是住在蘇格蘭 那我想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希望大家 多多努力 對於蘇格蘭音樂發行商 Emmel Banks 這樣的 Emmel Banks 我不知道怎麼讀 他們這樣的一種 做法 是應該要提起訴訟去解決的 就是說 他今天 是 協助外國干預蘇格蘭 及或聯合王國的內政 是不是 今天你怎麼可能去 執行一個外面實施的法律呢 或者禁制令呢 這個東西對你是沒有適用性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遵守呢 就是今天如果你這樣做得 是不是代表任何一家公司 任何一個個人 可以執行伊朗 對於這個全球的通緝令 將一些人抓回伊朗呢 北韓要挖禁制令 或者叫拘捕令 要拘捕這個 譬如 特朗普 假設這樣 當然他拘捕拜登比較好 他可能 特朗普 特朗普 譬如 我要拘捕龐培奧 你抓了龐培奧給北韓 你根本上第一 沒有義務沒有責任 也都沒有這樣的 第一沒有義務和責任 執行北韓禁令 北韓禁令管不了你 你現在在美國 第二的地方就是 你根本執行這個禁令 是違反你自己國家的國家安全法 今天你在助長著 幫助著著中國共產黨 去做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要怎麼處理呢 法律處理 OK 有些問題 譬如我經常講到 劉西良案件 或者跟陳喬的爭議 這些事情呢 是擺事實 講道理 OK 這些情況 是不是需要法律處理 那就是最後手段 但是這件事是不同的 這件事的性質就是 你不用法律處理 你只是由性勸說 只是擺事實講道理 是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現在要解鎖 是不是 我們現在就是需要 這個MU Benz 本身要解開這層鎖 所以更加需要搞清楚的地方就是 這個地方是否違反英國法律 尤其涉及協助境外的勢力去打壓 在英國或者各地去上傳這首歌曲的能力 還有你要通知各地這樣做 這件事是有沒有根據 我要搞清楚 2023年英國有英國版本的國家安全法案 自己看看 愛國干預罪 以前我們看這個最近這個Tricket那件案 大家知道 現在英國政府說他死因無可疑 這個挺有趣的說法 同時也都是 大家都在追尋著Monica那間房子的情況 這些東西可以大家自己看 這些大家有很多的英國人現場刺激 我就不多費唇舌 但我就說 喂 這個202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 適用於Matthew Tricket 和那兩個彈散案件 ETO第三把手的案件 就是關於標 原從標 還有這個位置良 Peter Peter Peter不是ETO的人 但他是自己做生意 他以前是Hithro的一個 重要的關員 好了 這一堆東西 裡面涉及到202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 裡面外國干預 其中一條罪名 今時今日這些email bands 他們這樣做 蘇格蘭音樂發行商 這樣的做法 基本上是違法的 即是用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就分分鐘都可以談 那這件事當然 他是這樣的做法 是肯定 整件事 為何email bands這樣做 因為 中國共產黨 在後面佈裝 在後面做事 在後面做事 OK 港共也好 中共也好 在後面做事 他目的是什麼 希望大家 就是 熬大家的勞力時間費用 我不要令你容易做 脅迫到 威逼到 你有到這個email bands這樣做 你們要反抗那些打官司 勞力時間費用就會支出 他希望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經常說 打官司 不是一個 我經常覺得 建議的方式 即是我做律師 可以跟大家說 打官司是很磨人的 無論民事和刑事都一樣 如果大家能夠有誠心誠意 將這件事在法庭外解決 這個最好的紛爭解決模式 這件事就是相當嚴重 分分鐘email bands有刑事問題 這就不是和解那麼簡單 是犯法的問題 國家安全法 2023年版 英國的國家安全法 愛國干預罪 所以我說這些東西 大家要抓住這些東西 好地去處理 同時 第二件事 不要停 他禁一個 我們起一個 禁一手 我們起一手 換個名 換一個特別的標題 再起 你禁一個 禁一 就是起白 這個就是鳳凰裂盆的方式 你打一個 全面在這裏包丑你 這個是一個更加好的方式 不要讓他停 另外就是說 不要直接說 DGX Music 這首歌 其實應該 開放給全世界的人 可以不斷能夠廣傳 廣播 譬如前幾陣 我們有一位同道 王國才 去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也都去到當地的海牙 海牙就是這個 應該我沒有記錯 是這個國際刑事法庭的地方 在外面也演奏 悅明光耕英說 就把這些歌 例如Ricca Choy 去到英國 美國各地 去表演悅明光耕英說 將這些影片 上傳上去 是吧 不要讓它停 也都不要等法律 會怎麼發表 我們公民自己 將這個廣傳 我不會怎樣用制 你不懂用制 不要緊 別人上傳了 你comment like share 广泉出去 这首歌永远不灭 他怎样禁都没用的 禁歌是越禁越红的 何日军再来 因为当时有日军两个字 今天被国民政府禁 现在解禁 很红 望春风 亦然是这样 你说香港有一首叫 愿荣光归香港 你会觉得这首歌会因为这么弱 在历史长河里面 笑声力直吗 6月来着 看下6月9日 在台北我们搞的旧行 在全世界各地的反送中的集会 大家会不会再高唱这首歌 新闻会不会补 这首歌会不会让人知道 这首歌可能成为一种 全世界都会懂得的歌 不是那么简单 去将它消声力直 所以我觉得长河里面很乐观 就是说我们只会用两个方式 一是法律手段告领公司 二是不断是推陈出身 杀斗成兵 整件事呢 他们没得敢的 万山不许一溪笔 最后是堂堂溪水出前村 所以千万不要气馁 OK 我们下一次再一个其他议题 感谢观看